杭州一公司员工小王求助称 公司的年会奖品成了空头支票 老板将今年年会的一等奖设置成了清空购物车 而自己抽中一等奖后 老板却说他的购物车公司没法清空 一开始呢老板通知大家说年中奖抽奖 抽中一等奖的话就会给那个清空购物车 然后我确实抽中一等奖了 但是呢我那个购物车里有一套廊 老板听说之后呢就不累了 然后找我谈话 老板说他没法帮我清空 这不合理啊 当时说的好好的现在就反悔了 这是没有信誉啊 这样弄的话这当时就不要搞嘛 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老板李先生 没有没有 我没有说就是说不对线给你这个东西 但是你往这个购物车里头放一套房子 你这个就稍稍微微吧 你有点过分了 你这不属于这个坑咱们公司呢吗 对不对 这个道理吧 你说其实我也懂 但是哎呀怎么说呢 我也跟他们说了 就是第一开始吧 咱设计这个奖励的时候吧 你稍微有点现考虑 那总不能他买的这套房子 公司也给他买单吧 你说对吧 哎行了咱也别降了 你看不行这样吧 咱们大家都退一步 如果呢他一定要要这个房子的话呢 这个房子定金呢 咱公司帮他出了 行不行 然后呢但是其他的钱 你要说让我拿我可真处嘞 看到这个新闻呢 让我想到了一个小品当中的一个桥段啊 要啥自行车呢 你说这个年会上大家很开心啊 喜庆祥和的氛围 本来是一个惊喜 最后变成了这个惊吓 杉杉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从诚信的角度来提的话 好像这个老板是挺亏的 因为感觉好像不诚信 你说过的话你没有兑现 你就是不诚信 但你仔细想想 这个诚信里面是不是有个很大漏洞 就是老板他但凡是狡猾一点 他会说什么呢 解释权在老板本人 在董事会 但老板没这么说 应该有一排小字 对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不是老板不诚信吗 我觉得老板是个真诚的人 他后面承诺了嘛 就是你这个房子的这个 这个前期钱我给你给 但真要拿这个钱 我真拿不出来了 我觉得老板挺无奈的 是你说一个房子 如果里面你这个购物车里面有个飞机 是不是给你一样买飞机呢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员工有点傻 你说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的确是一个bug 他如果退一步说 理解公司 理解老板设计的问题 我觉得我不那么贪心 要点其他的东西 老板以后是不是很看好你 无论是以后的晋升 还是人际关系 肯定很好 你这么一搞 你说这个单位还能待下去吗 对 所以大家提到一点 是不是这个员工有点过分 我认为是的 他真有点过分 就是我们第二层意思是情理 除了这个诚信之外 还有情理 你说你们这个公司有多少钱 体量有多大 老板是不是能够拿几百万 给你买房子 你作为员工 你心里没点数吗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知道公司要清空购物车 就提前买个房子 在购物车里 我觉得这个心很野 所以我怎么说呢 就是从情理的角度化 我就封销这小伙子一句话 什么呢 做人要厚道 是 真的 说得太好了 这个贪心不足蛇吞象 这小伙子贪心不足要房子 我和珊珊的意见达成了统一 但是在这个法律上 这个事情 老板承诺没有兑现 有没有涉及法律的纠纷 把时间交给文杰 没错 现在很多企业在年会上 都会推出很多的大奖 包括丰厚的现金奖励 不过如果真的像员工这样 把房子放到了自己的购物车 等着老板来清空的话 那么如果老板又拒绝了 法律上会不会有支持呢 北京时间晚上9点09分 我们通过5G来直播连线 律师杨继超 来看一下杨继月 杨律师您好 刚才您也看到了 在新闻当中 这个老板是拒绝帮着员工 来清理他的这个购物清单 但是就像说一下 这个年会上的奖品 它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吗 杨律师您能听到 我们的问题吗 有一点点声音 我听不是很清楚 好的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遍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年会的上面 有一个购物的清单 说到了很多的 想要买东西 有一个房子在里面 像这样的一个奖品 它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吗 是不是老板一定有义务 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首先我们来说 第一个内容 就是关于年终奖的问题 是到底是合同法保护 还是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首先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赠予行为 还是一个单独的合同行为 最关键的是 如果是年终奖 如果是基于绩效的考虑 比如说我们的员工 完成了几百万的绩效 老板拿书相应的 它就是一个不条件赠予的行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能被撤销的 而今天的本案看来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抽奖行为 而老板在这个方面 没有设定相应的上限和条件 但是员工在基于 就是我们这个抽奖的情况下 它上面恶意的去增加了 相应的房产 我们知道房产的价值 是高于普通的 比如说我们说冰箱电视机 以及年终奖价值的 因此基于此类情况 可能会导致由于恶意损害 或者是由于恶意的加入了 购物标商用的条件 那么基于显示公平原则 很有可能在此案里面 在法院很有可能 不会支持员工 直接拿到房子的情况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律师的解读 那么看来呢 无论是于情于理这件事呢 这位员工都是不占理的 还是那句话就像珊珊和 我们的田川说的一样 还是要长点心 同时呢不要那么贪心